在一块儿生长了那么多年 现在已经分开了 它已经走过五年了 我今天呢给大家讲个故事 很小的一个故事 我有个朋友 他有一个非常珍贵的 来自江苏宜兴的紫茶壶 非常的可爱 这张壶漂亮极了 他每天晚上呢 就放在他的床头 又喝水 又欣赏了 可是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 巴拉一声 把那壶茶盖掉地下 他想这茶壶 要是没茶盖 要壶干什么 伸出手来 顺手一扔 顺着窗户就出去 结果呢 早上醒了一下地 那茶壶盖掉它棉鞋上了 他都生气了 我那茶壶都扔出去了 我要这茶盖干什么 扎击一脚 茶子都粉碎 结果呢 就醒得很生气 就出去走 就出去走 窗户外的 那茶壶啊 挂树上了 所以说 我就总结了几句话 这我就记不住了 说我们很多事情啊 就是心态疾 如果碰点事 你好好想一想 缓一缓 再看一看 就不是原来 哪个事儿了 所以说 冲动 是魔鬼 学会的冷静呢 也是一种智慧 我很喜欢这句话 大家都听听 短期的交往呢 就看颜值 但是 但是长期的考验呢 就得看脾气 而一生的交往 我们要看人品 时间就是个好东西 它验证了我们的人生 见证了我们的人性 另外也 懂得了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生活中有点事情 就是过不去 碰见卡 其实都是因为你自己 自己认真了 我们努力了 为什么就过不去呢 一切都会好的 谢谢 好